住在新营区的女护理师五个多月前开车经过东山区大云与青烟路口 已与其机车驻于东山区的七巡老妇擦撞 造成老妇倒卧路上 与护理师有下车查看 认为老妇是自己跌倒便开车离开 事后被依照事逃逸移送 检察官却以罪嫌不足予已不起诉 与护理师在脸书社团喊冤 白河警分局澄清移送过程并没有不恰当 这件交通事故是在109年11月14日 在东山区达允七院路口发生的一件受伤交通事故 受伤的严姓老妇人因骑乘机车在该路口 疑似于他车发生差状倒地 经原警到场处理后实施调查 并移请地检署侦办 有关本分局的调查说明如下 第一点 有关破网的蔡小姐在警巡中曾述称 事故当下有听到破误的声响 在从照获镜看到严姓妇人倒地 其基于救护理师的救助想法下车查看 但是警方询问令事故被害人严姓妇人指称 于该路口突然有一部自小客车插纵或骑乘的重机车 致死倒下受伤 并于警方制作笔录中指证利利 所以警方为厘清真相 据依法调查侦办 第二 警方事后调阅路口监视器 影像事实与受伤的老妇人 所述大致相符 且当下蔡小姐所驾驶的车辆事故后往前提放 并下车查看 但是当下并没有向警方表明身份为事故当事人的身份或联络方式 因为蔡小姐述称当时没有感觉到碰撞 第二点 依据上述事故受伤者的笔录 并着以监视器的画面影像 显示本件交通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且公共危险罪之造事逃逸细属 公诉罪 警方乃依刑法185条之事 引请地检署调查及侦办 本案经检察官调查后 以罪嫌不足 予以不起诉处分 本分局予以尊重 也特别向大家说明 本案经检察官邃侧